俄羅斯主力自走炮 2S19 Mr.S 在樹林掩護下猛空烏克蘭目標 还出动被称为 灭村神器的TOS-1A 轻装甲火箭炮 因为能发射杀伤力强大的 空爆燃烧弹 现在已经成为了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战场主力 尽管炮弹充足 但是乌克兰揭发了俄罗斯 不能说的秘密 炮弹供应源源不绝 但是有足够的士兵来打仗吗 俄罗斯这个月开始了秋季募兵 可以进步13万新兵入伍 政府说这些新兵 先不会派往对乌克兰战区 是否是因为有额外战力来补强 一群亚洲联孔的士兵 从俄军手上接过制服 还填写尺寸表 地点就在俄罗斯位于远东的 谢尔盖耶夫训练场 这是乌克兰军情单位 乌克兰战略通讯与资安中心 公布的影片 还依稀能听见韩文 乌克兰及南韩情资都显示 北韩疑似打算派遣第十一军 四个旅 共1.2万名的士兵 当原厄先锋部队 有1500人左右 已经出发受训中 北韩出炮弹又出兵力 这消息就连乌克兰总统 泽兰斯基也发生谴责 南韩更公布了卫星影像 拍到了北韩衔进北道的清津港 从10月8号到13号的六天之内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四艘登陆舰 和三艘护卫舰 分别到了北韩的清津 咸津和五水端地区 接运约1500名北韩士兵 而且他们还是来自于 北韩最精锐的暴风部队 如果这个模式顺利 未来不排除派更多北韩士兵 去帮俄罗斯打仗 지난해 8월부터 70여 차례에 걸쳐 북한이 122mm 152mm 포탄과 대전차 미사일 로켓 등이 실린 만 3000여 개의 컨테이너를 러시아로 보냈다고 국정원은 평가했습니다 事实上北韩原俄 攻打烏克蘭的参战证据 已经很充分 近半年内 乌克兰频频发现 北韩制的KN23 非弹残骸 KN23的射程 约450到500公里 特色是弹道高点低 不容易被侦测或拦截 而且外形和俄罗斯的 伊斯坦德尔极为相似 外观上可以判别的差异 包含是KN23 拥有20个螺栓 而伊斯坦德尔 则是18个 甚至还有南韩媒体也报道 昔日陪在金正恩身边的 重要飛弹技术人员 现在被拍到 人在俄罗斯 只是北韩如此高调 原俄 是好事吗 이들은 북한군의 규모가 너무 작고 전투 경험이 부족해 전력에 도움이 되지 않으며 북한의 군사 지원을 받을 경우 다른 나라 정규군이 우크라이나에 파병되는 등 러시아에 부정적 영향을 줄 수 있다고 말했습니다 尤其欧美各国 现在看到证据后 谴责北韩声浪加大 更可能会加倍原污 迫使西方介入更深 TVBS新闻 综合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